这个长着八个爪子 相貌奇特 看起来有点像米其林的家伙 叫做水熊虫 听名字你或许会感到很陌生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物种 而是由一千多个物种 组成的缓步动物们的统称 它最令人惊叹的就是 近乎无敌的顽强生命力 如果这样的生物潜伏在你家附近 无论你如何尝试都无法摆脱它 你可以压碎它 或者将它放到废水中 甚至将它炸到空中 这个小东西却都能幸存下来 最重要的是 它可能就在你身边 而你却察觉不到它的来临 尽管它们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 但其实你大可不必担心 水熊虫已经存在了约5.2亿年 它们见证了恐龙的兴盛和灭绝 科学家们认为 它们能够从核战争这样的 世界性灾难中幸存 它们甚至能够复活 水熊虫仅长一毫米 它们的微型尺寸 使其直到18世纪才被发现 一旦我们开始通过 显微镜的镜头观察它们 它们的超能力 便会成为瞩目的焦点 当人们寻找居住点时 我们通常会避开 那些过冷或过热的地方 而水熊一点也不在乎 它们生活在世界的 一些最极端的条件下 山顶 温泉 甚至海底 一些水熊虫 甚至可以在零下 272.8摄氏度的条件下生存 这是地球上有记录以来 最低温度的三倍左右 在2007年 它们被送往太空并存活下来 这样说你可能不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苍蝇 老鼠 猴子 和其他生物都去过太空 但是水熊虫的情况有所不同 它们待在了飞船的外面 瑞典科学家将其中两类的 这种矮胖的生物 浮在卫星上发射到太空 一共立时十天 当它们最终回到地球的时候 其中很多水熊虫 都没有被这个过程所影响和干扰 一些雌性甚至在太空中产卵 并且腐化出了健康的后代 那么这些微小的 不引人注目的生物 为什么可以在足以毁灭地球上 其他所有物种的恶劣环境下生存下来的 这是因为 它们具有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能力 衍生性 为了适应极端环境 水熊会使自己的身体变干 排出它们体内所有的3%的水分 它们收缩头和腿 进入一种介于生死之间的暂停定格状态 它们的基因能够产生一种独特类型的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能够形成玻璃状结构 来维持脱水的细胞 水熊虫可以在这样的边缘状态下存活数十年 直到接触到水后恢复活力 北卡罗莱纳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 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蛋白质 也就是海藻糖 希望有一天能够帮助保护 抑受干旱影响的农作物 或者帮助保存一腹坏的药物 所以即使它们极其修真 或许有一天它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 生命是否能够在比地球环境更恶劣的星球上存活